我們高雄市有幾個個案 那也發現說這些感染源或感染的地點 都跟萬華或者是輸縮市指揮市指揮 高雄市進入準三級的防疫準備 首先要跟大家說明最近的一些疫情的狀況 從國外的包括東南亞的疫情、印度的疫情 還有包括在大部分的這種中邊的這些國家的國際疫情 是非常的嚴峻、確診各態也不斷的難省 再加上病毒的變異 那對整個包括我們國家的防疫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國內的疫情的部分 剛剛各位都知道說 在新北跟臺北地區的群序感染的事件 假如從這個疫情的摘檢栽病毒的盛情率 有的3%、有的10% 那這個是一個變形的社區傳播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高雄市有幾個個案 那也發現說那這些感染源或感染的地點 都跟萬華或者是烏州市不會是有關 那南北的交通的停法 那這個對我們整體的防疫的工作 形成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臺灣是一致的生活圈 面對防疫,大家都不能自身事外 那所以也根據整體的國內的疫情 國際的疫情跟我們高雄市現階段 我們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防止病毒株 進入到我們的社區傳播裡面 現在這幾個個案 都是從高雄市市外的 包括新北、台北移動 移入到我們高雄市裡面 所以怎麼樣能夠把病毒防止在我們的社區進入 這個是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高雄市進入準三級的防疫的準備 所以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會議 是請各局部首長能夠就業管的範圍 那就防疫的這個部分做一些檢討 所以我們今天也希望說 各局部首長都繼續分解神經 那若使整體的防疫措施 相關的指寶也不必確實 三立新聞網 臺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克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臺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